哈囉 各位小伙伴們大家好 歡迎來到我的頻道 我是老頭 歡迎回來我們的方舟生存進化 欸 我們又回來啦 今天老頭又在工作坊找到一個好玩的模組 也不是說好玩的模組啦 就是算是新恐龍的模組吧 好不好 我們就直接這樣切入主題好了 那這個模組呢 老頭今天好像才看到他剛發佈沒多久喔 然後 裡面有六隻新恐龍 我想說那是六隻新恐龍 那就直接拍一個展示就好了 也不用去多做什麼生存 因為畢竟方舟生存進化已經講到滾瓜爛熟了 就是這個樣子 沒有什麼東西吸引的內容 至於阿特拉斯呢 我個人是認為呢 不要太 不要太急 因為他還在不斷的更新 正在進化當中 希望他可以越來越好 當然呢 也是非常的希望 希望他可以真的出個單人模式 不要讓我開伺服器 因為說真的 開伺服器挺麻煩的 好不好 這題外話 好了 那我們今天要來介紹這個模組 叫做神秘之謎模組 那這神秘之謎模組呢 好像有一些恐龍曾經就已經看過了 或許啦 有可能是我忘記了也說不定 不過呢 我覺得應該也可以是神拿出來 就是做一個 也不能講介紹 我可能算是跟各位是屬於初體驗 老頭也沒有看過 總而言之就是 就是把最新鮮的老頭都還沒用過的 搬給大家 有沒有感覺很爽 有沒有感覺自己是被 被看中的那一位觀眾 沒有啦 隨便亂講 不要理我 來 老頭去切一下工作坊 看一下 的確他總共有六隻恐龍 那這六隻恐龍呢 我剛剛稍微看一下 前面好像 前三隻都是吃肉吧 後面三隻好像都是吃 berry 誒好像都是果實是不是 總而言之就是召喚看一下啦 反正就是一個小品的方舟影片 各位也不要 太過於苛刻好不好 反正就是有拍嘛 總比我都沒拍好嘛 對不對 要珍惜老頭 有出方舟的時光 因為畢竟現在能出方舟 真的有點難了 真的是 好 好啦 我們來看一下 第一隻叫什麼名字 其實我也不知道 因為都是英文名字 那我是想說 要不要把他 要不要帶到外面啊 啊 算了 我覺得我飛去一個 比較安全一點的地方好了 雖然這裡挺安全的 但是我不想要 我不想要我的家被大肆破壞啊 啊 啊 居然有一隻綠色霸王龍 現在是 方舟都在流行 各種奇異的顏色嗎 誒奇怪 為什麼啊 等一下這些都是原本的嗎 會不會是一個聖誕節的關係啊 詳異聖誕節 顏色都可以綠色紅色這樣子 其實我在聖誕節這段期間 我真的沒有在上方舟 是根本都不想上 然後也不知道為什麼 現在變這個樣子 不管了 好啦 我們拿走我們的超級 Super麻醉槍 Super麻醉槍 來展示一下 先吹個被動指令 來 第一隻的話是 我也不知道什麼 丟出來就知道了 喔 喔 有了有了 哇 這先命畫哥 唉唷呀 哇 長角的霸王龍嗎 等一下 這剩什麼 這到底是 伊特龍吧 是不是 長角伊特龍 哈哈哈哈 等一下 這長角伊特龍 沒關係 這傢伙是吃肉的 來來來 來丟一塊給他 喔 欸 欸啊 怎麼沒有那個UI 有有家有家 來來來 丟個五塊給你啊 來 在哪裡 這裡 快點醒來 醒來 現在是凌晨三點 好 訓服好了 然後我可以看一下他的臉 哇賽 這實在也太酷了吧 哇 哇 好特別的恐龍喔 這要怎麼念啊 康 康 康拉 沙 路 康什麼的 喔 為什麼要這樣子叫這種名字呢 我也不是很了解 欸他的牙齒好特別喔 欸這隻龍好屌喔 他好多腳喔 這傢伙 又有毛欸 哇 我喜歡 我喜歡這個設計 欸他的手座好長 這感覺就像什麼你知道嗎 帝王暴龍綜合體 你看他的手就很長啊 他這個手應該一看出來就是迅猛龍 迅猛龍的手 這個腿應該就是 易特龍或是牛龍的 欸牛龍的腳沒有這麼大 腳掌沒那麼大 然後尾巴感覺就像是 欸尾巴也太短了吧 那還有什麼 然後 這種東西 背騎 背騎像誰這個我不會形容 身上這些毛呢 應該是 像是那種雨暴龍的毛吧 然後臉有點像霸王龍 又有點像 呃 幹我真的不會形容欸 算了 一個尋路 尋路霸王龍 這裡尋路霸王龍 然後呢 他好像是有鞍的樣子吧 我也就不做了 我們就直接用指令把他叫出來就好了 來 這種速食的時代 不需要浪費太多時間 來 我們來 騎一下 嗯 哈恩在哪裡 丟出來 沒看見 的 家裡 家家家家 嘿 喔喔喔喔 兇慘欸 唉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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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路還蠻好笑的啊 唉唷我怎麼覺得他的比例真的很奇怪 你要把尾巴也做長一點好不好 這感覺好像 頭大 額 頭重腳輕的感覺 就是 身體床大 讓尾巴矮短肥 有一種另類的萌感 那個另類萌 你知道反差萌這樣子 我們看右鍵 右鍵是一個怒吼還有外加上下震動搖晃功能 左鍵 右鍵 右鍵 搖 搖 搖 C劍 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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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在搖 搖 我再搖 好 很好 非常好 沒有其他功能了 右鍵 吼笑 左鍵攻擊 C劍 可以是利眉 沒有 喔這一隻 可以拿來當作收藏 我覺得這應該是拿來響應聖誕節才做的東西 所以說後面的恐龍會不會都是聖誕節呢 不知道 好不好 總而言之呢 這就是我們的 聖誕龍 叫他聖誕龍好不好 挺酷的 看一下他裡面的內設有什麼 不是啦 內部設定 內部設定 內設是什麼 讓他吼 猴王還有CD時間 他沒有什麼多餘的選項 差不多就是這個樣子 沒有錯 這就是我們的聖誕霸王龍 不是啦 聖誕什麼龍 聖誕龍 就叫聖誕龍好了 好啦我們接下來看第二隻喔 今天這一集可能就介紹兩隻吧 後面的話 依序 依序再出兩隻 看情況我們都看影片時間啦 好不好 好 我們接下來看一下這一隻是什麼齁 反正他應該是六隻嘛 就是 三隻 三隻 肉食恐龍 三隻草食恐龍 我們就一隻肉食一隻草食 這樣子輪流看好了 好不好 一肉一草 我們看一下這個草食的是什麼 幫我們槍拿出來 嘿 什麼東西 哇 哇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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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欸 哪有人睡覺 往後養瞬間的 等一下我們再看一次我們再看一次 你看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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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嘴巴超大的 欸我咬人 然後倒了之後 呃 哈哈哈哈 你也太好笑了吧 倒頭就睡 倒頭就睡龍 我靠你的嘴巴是怎麼啦 倒頭就睡龍 欸 好特別喔 我不知道怎麼形容這一隻 這隻應該原本是用 五齒一龍做出來的吧 他的身型好小喔 這隻該叫什麼龍 倒頭就睡龍嗎 喔唷我卡住了 完了 我卡住了 這血多少啊 喔 我可以把他射死 我卡住動不了 只要把他射死了 死捏 欸 把箭矢還給我 謝謝 我們就抓這一隻好了 這隻就是吃果實吧 還是吃肉 也太跩了吧 這一隻 肉嗎 哇 結果這隻也是吃肉 喔 算了 好了 你們看一下嘴巴 怎麼突然讓我聯想到那個 捕蚊 捕蚊草 捕蚊草嘛對不對 那你打開 蒼蠅飛進去 把他涵蓋住這樣子 超像的 然後你看他這個尾翼 哇 好長啊 欸其實我覺得他這尾翼的身形 一張整體看起來其實蠻帥的 如果嘴巴不要這麼 這麼肥胖 我覺得還可以 你知道嗎 突然還有想到以前那種卡通大嘴鳥 大嘴鳥 大嘴鳥 大嘴大嘴大嘴 大嘴鳥 你是不是大嘴鳥啊 是不是 我們看他的下二 長對不對 可是我覺得這邊好醜喔 又一個 又一個頭重腳輕的概念 挺醜的就是了 如果是側面看 是蠻帥的 但是正面看 就會有一種 你已經 身材已經很矮短了 你還要穿一個超厚重的毛皮大衣 然後呢 蓋到你的屁股 然後你要穿一個超大劍的垮褲那種感覺 應該大概這種形容啦 好啦 算了不管了 我們直接 用鞍齁 我們就直接上去了 好喔行 來喔 起飛囉 你看鞍看起來像一個背包有沒有 一上學 飛啊 翅膀超長 超長的翅膀 夭壽 C鍵旋轉 然後他連C鍵旋轉都省了 這不是無死一龍 右鍵是幹嘛 看不動 左鍵攻擊 C鍵沒有功能 打來去攻擊前面那隻複街龍 這招 這招該不會是 雕起來吧 沒有體力了 真的很抱歉 沒有體力了 怎麼可以廢成這個樣子呢 好 讓他回一下體力我們再出發齁 來來來來 45滴 欸 讚喔 45滴 搖 搖再搖 唉 搖死你了 普普通通 沒有什麼過人之處 真的 好啦就一般的龍嘛 還能有什麼過人之處 對不對 你說呢 那我們來試一下右鍵齁 找那種體型比較小的生物 體型比較小的生物的話 前面是 那是綿羊是不是 你看可不可以用右鍵 把一隻綿羊雕起來 對吧 為什麼這裡會有綿羊啊 右鍵 果然不出無所料 果然真的是這個樣子 然後搭配左鍵可以做攻擊 好被我咬死了 被咬死了 被咬死了 好我們趕快回去 哇 迅猛龍已經侵佔我們這個地方了 來來來來 右鍵把你叼起來 原來是泰克迅猛龍啊 泰克迅猛龍也得死 完了 我這隻是不是要死了 好沒有是他先死 非常好 泰克迅猛龍 掰 成我的蛋白質吧 謝謝 OK 好吧 今天呢 就大概這兩隻先介紹 後續還會有四隻嘛 我們一樣就是 一個肉食一個草食 雖然這看起來好像 不是草食是肉食 不過呢 我覺得就 也算是 少囉嗦啦 反正他就草食好不好 可不可以 行不行 我說的算行嗎 好不好 好啦今天影片都已經到這裡了 那這兩隻介紹完畢 所以我們下次另外兩隻 再下下次另外兩隻 差不多這個模組就結束了 所以說呢 各位不要太過於期待 會有什麼新的一集 大概就這個樣子 好吧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呢 記得左下角個訂閱 右下角個喜歡 歡迎下方留言 或者去我弄弄Live按個追隨 或者去我的IG按個追蹤 最近 想要把我的IG的追蹤數提高了 各位 加個IG吧 好不好 讓我們成為我們的 TOMOTACHI 行不行 我們不好了嗎 好不好 加一下吧 拜託了 好吧 那麼今天到這啦 我們下一次方舟生存進化再見面了 拜拜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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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